每天吃一瓜 风批姐巴巴巴 大小S一家的连续剧又更新了 这次是剧俊叶又来弯弯 正是融入S姐妹在弯弯的朋友圈 与周杰伦夫妇林俊杰等人一起聚会 而台媒给出的标题是汪小飞不要看 这么住籍带着新老公进入自己的圈子 能感受到大S就是喜欢在老家生活住 已经习惯这么多年在弯弯打下的舒适圈了 汪小飞压根不用担心他托儿带女远赴泡菜国 另外不得不提大S炒作新闻的能力 这么私密的聚会 也能流出消息让新老公声名远扬 至少就跟国民度超高的周杰伦捆绑上了 除了给老公在大陆的发展扑道 也是为自己接下来复工造势 只是不料风头还是给自家妹妹抢了些 小S卑微大家都说累了 不过是玩个小游戏 夫妻俩手指碰到一起就证明还相爱 结果他激动到抱住老公直呼 原来你还爱我 大家都说朱丹卑微 现在看来真正卑微是小S才对 在风批姐的理解 夫妻之间相爱只是基本 在他这却成了徐亚军给他的恩赐 至于让他受宠若惊 此前徐亚军被拍到与难魔同行 被曝与美女同进晚餐时 被曝家曝 被曝常年混迹各种酒局 小S也都是假装看不到 或者是帮着一起解释 甚至觉得是自己亏欠因为艺人的身份 让老公被这么多人盯着 一连生了三胎 还会怪自己生不出儿子 他这就是妥妥的自我PUA了吧 其实小S与徐亚军的婚姻 稍微关注的人都懂 反正只要老公不带别的女人回去 威胁自己的正宫地位 小S就无所谓 他是不会离婚的 结婚这么多年以来 前后也有很多朋友劝他离婚了 他都没同意 但凡有亲姐的三分魄力 他都离八百回了 等女儿再长大一些 他还会送女儿出道 不会放弃内鱼市场 所以热搜也是不会断的 感谢收看